Tribe's 新闻 18111 Tribe's 获第32届金钞片亚洲标志奖和专辑部门本赏 爱豆新闻讯 在正在直播的第32届金钞片专辑部门中 恭喜Tribe's 获得CC Asia Icon奖和本赏 10日寄予因缘部门的本赏之后 获得亚洲标志奖的Tribe's 表达了对粉丝和经纪公司的感激之情 随后获得本赏的Tribe's 表示 既昨天的因缘部门的本赏之后又获得唱片部门的本赏 作为女团爱豆 我们知道获得唱片部门的本赏是一件多么的困难事情 所以更加感谢 记住说到去年发表了四张专辑 想给Wants们送礼物所以才发行了专辑 但却好像是我们收到了礼物一样 大家都辛苦了 真的感激不尽 向粉丝表达了感谢 最后现场Tribe's 化身与伞少女带来特别舞蹈舞台 还连唱Signal和Likely两首歌曲 展现可爱的兔瓦斯魅力 再次恭喜Tribe's 韩网友选出的新一代女团美貌担当 颜值能否接棒四代女团 基本上三大设的四代女团中的颜值担当 目前已经得到了绝对多数网友的认可 与Twice、Red Velvet、Blackpink这些大牌女团相比 韩国也有很多新出道的女团 很有钱力高颜值门面成员被发现了 小编就带大家看看韩网友选出的新一代女团美貌担当 Juor Luden 郑美美 Juor Luden计划1月31日9人完整体回归 1月1日刚过完生日的郑美美要和成员们一起回归了 宇宙少女鲍娜 对于宇宙少女鲍娜的美貌小编可是报道过有 都以为她是演员 其实她是个女团爱豆 比演员还强劲 比门面还神艳 Pristine 失言 标准的零后 目前只有17岁 目前以音乐中心的主持人身份积极活动她 可说是每次节目都在圈饭啊 本月少女激疹 出身豪门的女团 超气派的女团出道方式 让韩网友惊叹公司有钱就是任性 是不是有种附加千金的感觉呢 告诉你她才17岁哦 偶像学校出道女团Fromis就成员李赛伦 不过感觉这个团还没出道就要糊了 长相相当有辨识度 由于和韩采英非常相似 韩网友都称她小韩采英 大家觉得这些新生带女团颜值担当 能否接棒四代女团门面颜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